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90年代金曲大放送 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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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歐馬克 我是瑪莉 我們會在這個頻道來回覆大家的手寫信件 那你把你的信寄過來 我們就在這邊回 回信的規則 沒有規則 沒有挑選 都會回 有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 如果你的信實在是太難以直接的回覆的話 有時候我們是會即興的精簡一下 今天第一封信呢 其實是收到送我們的一個禮物的朋友 這個朋友呢 來自於新北的L 林口的Irene 在前公司因為大家都用英文名字互叫 我很想認識隔壁部門的一位女同事 所以就透過公司的打卡系統 裡面有所有同事的中文名稱 但因為中文英文名就對不起來嘛 我就一個一個名字去臉書搜尋 但我一時手殘 我把複製起來的中文名 傳到公司的群組裡面 然後呢 所有的同事都來取笑我 但因為就這樣 我順利的跟那位同事認識了 但現在也變成我的前女友了 我想要面對我自己的陰影 就是很容易沒有自信 對於自己的意見跟想法都沒把握 所以我想努力的調整我的心態 那很厲害 他最後還是願意跟你在一起耶 很強啊 我想要向教主教母看齊 可以跟我說you're awesome 但你還沒有進步啊 這樣就要 你可以先跟自己說you're awesome 好不好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來 我是以前天天會聽 親人點點的老典友 最喜歡嗨路亞幫你嗨一下 以前呢我是窮學生 現在法制音馬力追思慧都有參加喔 所以我就要不倒內了 感謝感謝 真的耶 如果呢 說未來啊 馬克信箱有機會再向下扎根的話 我們可以再接觸更多高中生大學生的話 我現在都要很努力的鼓吹他們 去選公關廣告行業 才能確保我們生生不息啊 對對對 你們長大以後呢 在某一個公司擔任行銷 這個產業很好玩耶 你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認識很多新鮮事物 所有東西的第一手資料 你都是第一個知道的喔 你不只知道產品的第一個接觸面喔 所有的人際關係上面 第一個了解第一層認識的就是你喔 對對對 而且你可以發現很多人 表面上那個樣子 可是私底下可能不是那個樣子喔 真的很好玩 趕快進來玩喔 但你要確保你有強健的身心 不會被摧毀才行 有我們 你一定會活下去的 對啊對啊對啊 這封信呢 來自於CH 在現在的工作 意外跟主管 以典友的身份相認了 我們是來自於台南的雅居廚櫃 雅是文雅的雅居是居住的居 目前公司因為周年慶跟母親節的關係 跟金陶家大福一起推出了限定口味的禮盒 鳳梨綠豆大福 特別記憶盒 希望馬克瑪莉可以嘗嘗看 我們合作的是鳳梨綠豆口味 很特別唷 如果點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Facebook或是IG搜尋亞居橱櫃 IG呢就是YAJU底線TW 私訊大福兩個字就會有購買頁面喔 感謝你們的大福 然後那一天在電台打開以後 獲得電台同事的一致盛讚 而且大家是像蝗蟲一般湧來 很厲害耶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還想說 蛤做櫥櫃的為什麼要做大福 為什麼 這個這個一頁合作很很跳 我還以為這封信會告訴我為什麼 因為櫥櫃他也 因為我記得那個大福的盒子 就很像是真的像大福裡盒 他不像是一個 好像做成系統櫃的樣子打開 你家系統櫃打開有大福 你說還要再多一層設計這樣子 不然系統櫥櫃還可以跟什麼合作 系統 棺材 哇這個默契太可怕了吧 他除了能關這個還能關什麼 嚇死耶 他還能關什麼 這個默契要加100吧 提供給你們參考這意見不收費 他說誰要 誰要用 但是那個大福的確我發出去之後 蠻多人回饋我說他們都有吃過那個大福 你說金桃家 對對對 因為我們太少接觸這些 剛說他是什麼台南的嗎 就像前一陣子我也收到了台南的蛋黃酥喔 叫金葡萄 在那之前我也沒有聽說過 我一吃就吃兩個 我簡直要殺金葡萄 我自然是要炸金葡萄的店 人家好吃你也要炸人家 太好吃 你的皮好瘦喔 你在幹嘛 你變吃變生氣耶 金葡萄 這封信來自於新北的YYC 我現在坐在中和環球一樓咖啡 聽寫這封信 好想巧遇瑪莉啊 話說前幾個月 因為我的理財不當 導致我的卡費繳不出來 差點被停卡 我只能向我姐姐求救 姐姐跟她好友討論之後 決定一次替我還完費用 並每個月要還給姐姐一萬塊 姐姐是我最大的債權人 老實說 從來沒有理財觀念的我在第一次辦卡 就被姐姐提醒說 你用錢要小心喔 我真的沒想到 我會被債務追著跑的一天 也因為每次一發薪 我就是拿去付卡費 所以已經26歲的我 存款還是零 廢話 你現在負債但是存款還是零啊 你到底在買什麼啊 你主要花費 你喜歡買什麼 就很想知道 他之前的負債是怎麼付的 對對對 是比如說助學貸款嗎 然後沒有計畫好嗎 還是金志雄呢 對啊 我真的是 如果每個月都有按時還錢 應該啦 他是2020年的來信 他說2021年的4月 就可以還完姐姐錢了 希望信念到的時候 我的存款有漲近一點點 謝謝你們 但有時候我在東區後面 步行去買飯 嗯 然後就會看到後面 開了一些餐酒館 嗯 那些餐酒館的價格都蠻貴的 嗯 我就看看我自己提的那個便當 那個便當呢 可能已經漲價了 嗯 從90塊漲成100塊 嗯 然後就看看裡面的那一些 孩子們 學生們 他們吃的就都是破千的鍋物 嗯 我就想說 你們錢哪裡來的 欸 講到錢哪裡來 嗯 上次我們在問大家 一片巴斯克乳酪蛋糕 一百七算不算貴 你有沒有看到普遍民眾的留言呢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很讚的一群人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貴啊 喔 我後來就是一邊在吃Lady M的兩百七 一邊在看大家說 一百七很貴 對他們在周末 肉無其事的 買了Lady M回家吃 Lady M也是貴到一個炸天的東西 Lady M我什麼時候才會去吃呢 就是每一次逢些佳節的時候 朋友會用LINE禮物送你一片 那個也是人家送我們的禮物啊 我們是用換的啊 我想說每一次走進去真的是很貴 欸又在講這種窮發言 對啊 我們真的是活得很窮欸 但你換一個角度想喔 你會覺得一片兩百七 然後美金差不多是五塊六塊吧 你只要換算成美金以後 你就會覺得 在台北吃跟在澳門吃 跟在其他地方吃 錢是一樣 這樣蠻划算的啊 是不是大家都是這樣想花錢的 還是大家其實根本沒有想 就是我想吃就花 可能是我想吃就花 我在蛋糕是花真的比較少錢啦 是吃肉可能花比較多錢 你說燒肉 因為肉真的很容易 好貴喔 親愛的馬克馬力 我入坑才三個月 謝謝你們念的故事 陪伴我度過開車的業務生活 她說現在要十一個月才會念到信 她督促自己趕快提筆 今天是2020的聖誕節 她希望2021的聖誕節前可以聽到 抱歉已經到 我至少沒有讓你在2023的聖誕節才聽到 我們讓你在2023的端午節前就聽到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啊 她說我的人生沒有什麼高潮迭起啊 跟老公在大一的時候在一起 她是初戀交往八年 現在結婚八年 蛤? 我有關我的麥克風 你還有聽到嗎 當然 當然 欸你會可愛Q嗎 你會 你會這種嗎 Q 沒有不可能 這個就太多了 因為要小的 可是她就是要衝出來我怎麼小 對 你知道嗎 腦袋會爆炸欸 怎樣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噴嚏的氣流是很強的 你說會膩著噴到腦袋 這個有沒有科學根據 我是不確定啦 我自己的噴嚏不能憋的喔 但也不能太用力 你要嘛就是腦袋炸裂 要嘛就閃到腰 那我有試著 因為我想知道為什麼 那些可愛的女生 可以這樣打噴嚏 練習的啊 練習跟她的噴嚏就比較小 比較小的要演給你看也可以啊 喔是嗎 但比較小的 我就會按人中把她忍住 你有比較小的噴嚏過 對 要打 要打快快打出來的時候 我就按人中 我就阻止她 我好像 那如果你真的硬要打 就是有點尿尿 大家不能這樣 這樣 你只要加點啾的尾音就會可愛 是嗎 我有試過耶 我這一輩子 你練習啊 我練習 欸幹 怎樣 你練習在幹嘛啦 為什麼不行 我不想要每次都 我不想要每次都這樣子啊 你有什麼好不想這樣子的 有誰會給你打分數嗎 我自己啊 那你練習的成果呢 憋不住啊 哈哈哈哈 你看吧 對啊 你看吧 我的人生從來沒有小噴嚏耶 我要打就是砰 那你有練習過 你要打之前有意識的尾音要加Q嗎 我不是練習尾音 我是希望她整體都小 那個Q不Q不是重點 可是女生的可愛是她的尾音的Q啊 重點是要小 重點是要小 重點是要 可以啊 有些人可以 對啊 怎麼做到的 演的吧 我好像我們之前有聊過這個 然後有的人會跳出來說 我說我天生就是這樣打噴嚏 我記得有一派就是他們本來就是這個聲音 他們不是故意裝的 對啊 but who knows 欸欸欸欸不相信人家啊 不相信人啊 不是 你怎麼可能每次鼻子很癢 有東西千句話馬上要噴出來的時候 你竟然可以 好可愛喔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你竟然是 因為你也沒有這樣啊 就是那個弄不出來啊 就是沒有沒有噴嚏的程度是可以那樣子的啊 對啊 怎麼做到的 就是我假裝我在打噴嚏啊 不是吧 你假裝那個噴嚏沒有打出來沒有用啊 這不像放屁 放屁有很多種屁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沒有可愛的屁 你有聽過可愛的放屁 有無聲屁 就是忍住 那是鬆掉吧 還有那個 沒了 但对我来说 但你不觉得 有点可爱这样 这不是就是狗吗 对啊狗就是小的 狗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然后就会说 谁放屁 谁是谁 怎么臭臭的 我狗的鼻子很灵敏哦 就是你自己啦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没错没错没错 好啦他说 可以遇到老公 这么和拍又互相珍惜的人 真的是很开心 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 这两年呢 生了儿子 因为太累了 才有过两三次的严肃沟通 其余的日子都很顺 遇见他是我这辈子 最lucky的事情了 今天要来分享老公 在工作上遇到的有趣事情 他以下呢 转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好所以呢 老公 我是一个直肠外科医师 痣疮 菜花 都在我们业务范围内 在我还是住院医师的时候 某一天跟主任的门诊 有一天有一位老父亲 带着三十几岁的儿子进来 儿子看起来很宅 从头到尾都是老爸替他发言 医生啊 我儿子他肛门好像长东西了 拉上布帘后 有主任指诊 是长菜花 而且深度超过食指的长度 一边检查 老父亲一边在布帘外面说 他一定是在泡澡的时候被感染了 主任呢 手指就一边探索 一边大声在反驳 不对啊 这改新呢 这很深啊 我在一旁 憋到快有内伤了 这个场景真的太荒谬了 天哪我好像知道 该病患当时内心有多么的百感交集 主任呢 用气音啊 在拉帘里面问儿子说 你最近有杠叫吗 儿子惊慌在床上弹跳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泡澡而已 病患总是会怕尴尬 选择说谎 但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啊 等一下 你们这些医生啊 也不能说没有医德啦 因为还是要确认啦 可是既然你们一看就知道 你们根本还要问 你们就知道 你们是心知肚明嘛 不是 但是你没有进一步 就是我要先确认你 最近是什么钢交 那如果这是菜花 你要提醒钢交的人 他也要检查 不然你会疼气呢 对啊对啊 那你心知肚明了 你就 你拉脸就不要问说 诶 你最近有钢 你要跟他说 诶 你要叫钢你的那个人小心 你才没医德 你没医德到几点 不是啊 我是说 你不用问这个多余的废话嘛 因为你都心知肚明 你都心照不宣啊 我觉得你不能对初次见面病患 说你叫钢你的人小心一点 你真的一定要从头寻寻问起 最近有发生性行为吗 性行为是 这是他们基本 这是学医的一个基本的SOP 对啊 还有一次哦 我在急诊 有个男生被父母送来 他的阴晶在勃起的状态下 阴晶勃起的状态下 折成90度 我靠 痛不欲生 这一定是不当的性交动作折到造成的 但是这个男生也是一直坚持 他没有发生性行为吗 他说 他是睡觉的时候跌到地上压到了 这别搅的理由 请问 声音老师 一个人要辩解说 我是睡觉的时候跌下去的 那个口吻应该要怎么样 比较有说服力 你这个 你刚刚是不是在发生一些激烈性行为啊 没有 这一看就知道刚刚这外力造成啊 也是 我睡觉的时候跌倒 滚到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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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的时候滚到床下 医生你不要打断我 我还没讲完吗 引进坐地 你仔细想想 这个情境是有可能的啊 我怎么想 我怎么想 你没办法想 我没办法 你没办法想 你想你自己吧 不然我把龟头换成乳头好了 今天你今天翻下床 有没有可能乳头先沼地 那乳头是软的啊 对啊 对啊 只是我不巧 掉下去的时候是阴晶沼地嘛 那你觉得有可能就会那样吗 那你为什么在翻下身的时候 是勃起状态 睡觉哦 自然勃起哦 你不懂啊 医生你这个都不懂啊 还有我教你 医生你是不是难的啊 还是你不娶你阳尾啊 哈哈哈哈 继续 然后呢 外科医师的生活压力很大 每天呢 七点半成会 接下来就是看门诊 开刀 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啊 必须全神贯注的状态啊 因为啊 你要为病患的生命负责 常常啊 晚上八九点才离开开刀房 哦 还没结束哦 你要去补病例 因为你病例delay 会被医院扣薪水 还要去查房 看自己的住院病人 有时候值班呢 半夜要留守医院 隔天早上哦 再继续上班哟 一个外科医薪的养成啊 除了医学系七年 啊你到医院 至少还要五到七年 才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 但现在哦 医疗纠纷实在太多了啊 只要病患觉得术后有问题哦 一定是医生的疏失啊 不少医师被告 整个心灰意冷就不干了 年轻医学生哦 看到这种趋势氛围 选外科的人少知又少 除非哦 有巨大的热情 否则很难走下去 我自己哦 对肠子有一股超热情 我实习跟道的时候 看到血肉模糊的肠子哦 大部分的同学都很无反胃 但我不同 我下班特别想吃卤味 哈 而且会点肠子 对肠子特别着迷 是他的皱褶吗 不知道耶 医院的事真的是说不完啊 有奇葩同事 半夜护理师怎么抠 抠不到他 结果呢 他是在值班室 睡觉 大洗礼时间 奇葩的值班医生 护理师怎么叫都叫不到他 结果发现他在值班室 做什么 我知道现在呢 在听的大家 一定都会往一些色色的地方去 今天禁止黄腔是不是 也可以啊 你们就往那边去 但是我告诉你 超越那个 你已经想到了 不是啊 我看过答案啊 他在值班室做什么呢 基本的 吃火锅 哦 把这个值班室当成马辣 对对对 不是 请说 他在玩电脑版的疯狂医生 哦 就是现实生活 弄死人还不爽 他要在 他要在电脑里面弄死人啊 不是 打电动不是 那请说 他在跟妈妈视讯做心理建设 我都跟妈妈说 妈妈 我等一下要工作了 给我一点 给我一点氧气好不好 妈妈 还是跟妈妈说 妈 其实我真的很怕看到血 我真的很害怕 答案是 他在值班室 拉小提琴 what 好疏压哦 他是拉这种哦 不然你觉得拉什么 你觉得拉交响型的哦 我在想的应该是 脯肤那种吧 很优雅 你在讲猎人啊 散播我的灵粉 灵魂 噗噗噗 还有无厘头的同事哦 遇到抽筋的病患 你知道他药单开了什么吗 香蕉 对 护理师大傻眼 医院的药局 哪里生香蕉 劝病人多吃香蕉 可他开在药单上啊 药剂师应该也傻眼吧 香蕉 这哪里生香蕉出来啊 开刀房也很精彩啦 有一次呢 我要帮病患去烧那个菜花 护理师呢 setting好以后我就进去 病患男生局部麻醉 人是清醒的 光着屁股 全躯在开刀床上 嗯 一切都一样 哎不对哦 这个病患我认识 你看高门你认得 就是看脸啦 哦 可是不是屁股全躯吗 对啊 光着屁股全躯啊 是球场会偶遇的球友 是点头之交 哇 他他不行不行 这种太尴尬了 不行 不是我尴尬 是他尴尬啦 因为我很贱 我跟他对基本资料的时候 故意把口罩拉下来 你看看你们这个医生 就是这样嘛 你们就是要让人家 你们就是要让人家难看啊 让他认出我 认出的那瞬间 他死命的把头埋在手里 好难过哦 但是我烧得很干净啦 算是对朋友的照顾 最后呢 揪住马克玛丽的订阅破百万啦 期待被念到那一天 希望那个时候COVID-19已经好了 控制住了 真的已经好了 好啊 那谢谢Misha 你的来信 2020年的12月25号 而且 业务加上外科医师的组合 斗内就是不一样 哎哟 他贡献了 梅花路跟红叶棒球队 Go back 各位星期一大超时就这样 拜拜 不是啊 真的大超时 你不能讲话了 我想要说 医生真的是辛苦你了 那如果在电商 你屁股说不要讲 你是马克对不对 不要讲 不要问你是不是 我不会在 我希望不会有这一天啦 那你想要被讲还是不要 因为被认出来的话 可能会烧干净一点哦 讲讲吧 讲 重点还是干净吧 马克你吗 马克是你吗 然后还转跟你同位置 马克是你吗 对啊医生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听马克信箱哦 拜托 马克怎么会得菜花啊 你泡澡啊 对啊泡澡被感染了 等一下我要认真 你不能再讲了 你还要讲什么 我想认真说我对医生的敬意啦 真的 因为最近会跑一下医院嘛 然后就看到同样一科 可能有三四个医生的门诊 可是呢就其中 就只有一个人会特别红啊 对 永远 对 全部人都要看他 其他人都没有 你就知道 譬如说他下午诊 一点半开始 四点半就要结束了 其他诊呢 可能四点就结束 就没有病人 关诊了 他呢一路一直看看 那个时候 轮到我的时候 已经到六点多了 还在继续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每一个病人都 解释了很久 讲得非常非常仔细 这个跟他的个性有关系 他有时候还会自己murmur说 啊这个 我刚刚讲太多 这个这个没必要 我讲了以后 你们又一直问 怎么那么可爱 对 那我就觉得 这一个工作啊 其实 你看他这么辛苦 他完全没有吃饭 然后继续 我不知道要看到几点 八点 九点 就是要把他看完 就是要把那些全部看完 你看他这么的认真 认真的人 反而会受到这种惩罚 不认真的人 随便看一看 也没有人挂号 他也是领差不多的钱 他们钱 他们是差不多的钱吗 不是底线应该差不多 我不知道看病患 不知道他们那个有什么差异 对啊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超级辛苦 然后这只是门诊的部分 还不要说 信里面提到这个 就是外科手术的部分 你看我光光执法 就要六个小时不见 那就是一天飞走了 然后你那个执法的时候 是有多专注 因为在执前面的时候 然后医生一开始跟我讲话 然后我也还跟他聊天聊天 聊聊聊 然后正是真正要开始执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说 马克 好咯 我现在要开始执 那这个要比较专心 我们就先不要聊天 他是要这么这么专心的 做这件事情 你看我们一般人 我们有办法 好好的专注20分钟吗 可能没有办法 我们连排队那种 无聊5秒钟10秒钟 都要拿手机起来花了 我真的对这个职业 实在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敬佩 然后他们的钱又没有赚得 说多没有赚到多 那么多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 他们underpay啊 真的太低了 请问我星期真的可以结束了吗 我只想说 就是辛苦的 医生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选择这个职业 然后谢谢你们还这么的 认真的去看诊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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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